為了解決北市東區供電不足的狀況 政院核定要興建這個松湖變電所 而後來也規劃要來地下化 不過至今已經延宕了20年 多次溝通找不到和居民間的雙贏共識 又碰上饒河夜市無預警跳電 想選北市長的先發制人 是你的設備態老舊 還是因為沒辦法穩定供電 所以客觀來看 不管是松湖或者是玉城變電所 這兩岸其實延宕了十多年 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也看到 只是中央跟地方不踢皮球 大脆够 不只批台電還罵北市府 引來黃珊珊不滿回酸 說蔣萬安你中了中央的計 只能證明自己是市政門外汗 若一有跳電就連接到變電所未見 只是被推託之詞给愚弄了 還問蔣萬安身為北市立委 你做了些什麼 強調是台電沒有消滅人民的擔憂 且供電出包八成以上是設備故障 到底是不是跟變電所新建延宕工程有相關 台電顯然也沒有提出強而有力的一個明確的一個證據 所以導致松湖跟玉城變電所這一部分的相關的爭議 顯然台電要負最大的責任 在地議員也要台電給交代 但扯上市政相關 蔣萬安和黃珊珊強著隔空撥火 誰也不讓 看看最新民調蔣萬支持度23.9% 黃珊珊22.2% 而陳時中最高24.2% 我因為我覺得黃珊珊最近有在躲避你 而蔣萬安猛攻北市府 無疑是衝著黃珊珊而來 或許也看準氣保效應 打擊黃珊珊氣勢 根據民調若黃珊珊支持度下滑 陳時中會小幅上揚 蔣萬可以吸收黃珊瑩票員 成為最大收益者 北市撒喀都決戰年底各有判算 TVBS新聞李國正理 聽台北策本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